已提到的日本政府发表的外交蓝皮书把中日关系称作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我们希望这不应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而是以付诸于实际行动当中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活动 是依法行使本国的固有权利 涉矩涉江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 日本新版白交蓝皮书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 对中国恶意攻击抹黑 无理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以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未经许可,华古课 另一个目 Duke 获 суп part